记者江志雄宜兰报道 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林兹庙数度指称 他接任罗东镇长后让镇库转亏为赢 前罗东镇长林聪贤夫人林素云为丈夫叫区 炮打林兹庙抹黑前任 意图转移亏空镇库的指控 林兹庙阵营回应 宜兰不欠会说话会作秀的人 相信选民自由空断 农委会主委林聪贤曾任两届罗东镇长 2009年当选宜兰县长林子庙同年选上罗东镇长 这次获国民党提名参选下届县长 民进党宜兰县党部昨晚在罗东镇举办问证说明会 听进对手大本营 矛头指向林子庙 罗东镇代会副主席谢嘉伦痛批林子庙 不会持家理财 质疑政库即将亏空 县议员刘天吾说 林聪贤卸任镇长时扣除负债 罗东镇库还结于一亿多元 林子庙却到处宣传林聪贤卸任时镇库负债 根本是说谎抹黑 林肃云现身为晚会带来高潮 他指林聪贤在镇长任内开办多项公共造产 规划罗东寿源 民生市场 罗东立体停车场 罗东国小及公正国小地下停车场 为罗东镇库带来风赢收入 这些建设也成了罗东日后的金鸡母 林素云说 林聪贤当年为罗东努力打盼的绩效 如今竟被说成负债累累 连累接任者 这种颠倒是非说辞 令人无法认同 期盼乡亲明辨是非 还给林聪贤一个公道 更呼吁林子庙处来面对窥空镇库的指控 林子庙阵营说 认同历届镇长为罗东所做贡献 更重要是公所团队的努力 林子庙八年镇长任内 已在公共造产业务得过六次奖项 表现相当亮眼 他要把自身的罗东经验推占到全线 透过公共造产带给宜兰繁荣 林子庙阵营强调 宜兰不欠会说话会作秀的人 但却会做事的人 民进党昨晚在罗东镇的选举造势发言 均为选举语言 相信宜兰人的智慧 林子庙也会以实际行动回应县民的期待